詩語達人 主持 詩嘉欣 好 歡迎各位觀眾聽眾 收聽 看第二節我們今天的詩語達人節目 我今天非常有重量級的嘉賓 她不成是一個重量嘉賓 不過 無論如何她是我的詩者 她是香港旅遊議會的主席 徐黃美倫女士Giana 歡迎你 再次歡迎 因為剛才又開始講笑 她納不住 停不住 因為我們看見現在好像 如意回到我們龍年 整個旅遊業可能會衝天飛 好像一條龍一樣 我想說 你在旅遊業 已經服務了超過四十年 我現在有點難以置信 因為你真是這麼年輕 孟美青春上注 其實有些什麼要吸引 剛才在咪後 不怕跟各位聽眾觀眾說 我們在咪後廣告時段 原來真的有些比較艱辛 不知是否比較辛酸的事情發生 對於政府方面 協調 資助方面 其他 其實這幾十年 你應該有很多難忘的經歷 可以跟觀眾聽眾分享一下 為什麼還可以吸引著你 留在這行那麼久 我想是說回 如果你說最近 我都服務了好幾個十年 你說就算 其實是因為疫情 怎麼說 是將我的退休時間表 推遲了 是真的 但是由於疫情這三年 對旅遊界來說 真是空白的 老實說 因為中到生意 零的了 真的很慘 但是無論我自己公司也好 業界也好 你也要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在開關之後 我們更加要努力 更加多工作 我們很感恩 因為看得到 最近司長 對他的報告 很早的篇幅 對這個旅遊都很著脈 很大篇幅 沒錯 所以我想 如果這樣正正 就是 我們更加要留在業界 要怎麼做好 徐主席 就是讓你繼續留有去做 領導這個角色 不要這麼說 因為其實我這個主席的任期 是兩年前的 是啊 兩年前正正是 你沒有任期完結的嗎 有 有三年 我們通常任期是三年 對 今年年底 其實我們做了幾十年 對旅遊的使命和情懷 是有則無減的 哪怕現在不容易的 尤其是對於傳統的旅遊社 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習慣上網 自己做 自己買 但是我們自己覺得 旅遊是一定可以做的 是 我們都不知道 兩年後的今天 司長的報告 關於旅遊的篇幅這麼大 當然我們一路一路 其實前路都充滿挑戰 你說那怕開關了一年 我們的平均 大部分的行家的業務 都是回到五六成 當然 舒服回到五六成 過別也好 過別也好 有些朋友都說 喂 不是啊 我都開始賺錢了 這個好事 但是平均來說 都是五六成左右 所以前面都充滿挑戰 還有你知道 第一 如果香港的市民 他們習慣了自己網上 如果你說 一群旅客 周邊 我們的城市 甚至的國家 大家都在爭 對不對 仍然充滿挑戰 但是 我們香港政府這麼支持 我們業界最重要是一條心 還有有信心地走下去 所以我想仍然有事 不單止我 就是一群業界的朋友 仍然在緊守崗位 繼續做下去 我想問 就是針對這個環節 其實 貴會 其實最主要 如果跟我理解 沒有錯的話 你可以糾正我 其實現在主要是一個 出謀獻賊的角色 還是 因為你沒有這個監管的角色 如果以事論事 以旅遊事 論旅遊事 甚至出謀獻賊 你現在主要的職能是這樣的 對的 因為我想說 如果是職能也好 工作範圍也好 其實 現在在過去幾年 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基本上 剛才也說 整個旅遊業 基本上是癱瘓零 又沒有人出 出境入境的旅遊 都癱瘓了 其實 你在這幾年間 你有沒有觀察到 例如說 旅客的消費口味 旅遊的習慣方面 你留意到 這個已經是有所改變 這個絕對是 因為 大家都看到 我們有局長 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周邊 都看到 第一 起碼是 過了幾年 大家的朋友 又習慣了 網上購物 而且 如果我們高消費的 內地朋友 現在都很流行 我聽他們說 網上的 帶貨 還是什麼 是嗎 沒錯 一直在網上推廣 一直在銷售 所以 形形式式 他們都不限於 面對面去買東西 對嗎 現在網上看了很多KOL 已經轉為 沒錯 但最有一點 令我自己覺得 其實除了 他之前有很多是推廣香港的 香港的貨物 隔年物美 很多其他 但現在就轉到 是上去 大灣區 可能是大廁所吹 即是用鏡頭開麥 開鏡 是看著自己 去推廣上面的旅遊城市 上面有什麼好玩的 其實也不只是KOL 現在過去的兩年 開電視節目 你都看到他推廣上面的旅遊 我們說回香港 我們說回香港 有些朋友說 香港又不是購物天堂 又不是美食天堂 那有什麼 其實不是的 第一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香港是不是購物天堂 好坦白說 仍然都是購物天堂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 將這個定位怎麼擺 以前就說 我絕對同意 你知道我也是 有時候 我們都跟一些 內地旅遊的朋友去交流 他們當然是希望我們 帶動 我們香港的市民上去玩 是啊 他們都經常下來玩 是啊 那譬如你看高鐵的狀況 已經是 你去和回的 車票都是滿的 當然你說我們去當然要回 但是你觀察到 而且事實是 大家有來有往 我都問問他們 其實你們來香港做什麼 你又覺得香港怎麼好 他們都說 來香港購物 我都立即問 他們說是的 高消費品 他們平均是 不是完全去追求一個高消費的貨品 但是香港的購物仍然是多元化的 是啊 沒錯 他說我買貴一點也可以 我買實惠一點也可以 就算旺角 銅鑼灣 他們都很喜歡走 當然我們自己香港 零售的朋友當然要努力 找一些香港的特色 就不要找一些 大家都知道哪個平台有的 就不要說香港只是賣那些 我們又找一些香港特別的東西 但是中官來說 而且它的商品的展示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 沒錯 譬如香港著名的 不要賣高白 即是手機殼的品牌 上到原來是一個包裝 是一個盒子 你根本拆不到看不到那件 所以有些不同的 沒錯 其實他們也是對香港的貨品有信心 正品正貨 而且有些什麼什麼油 他們仍然是 有時候你看一些平台 你的手信要買什麼 其實有些什麼什麼油 當然明白 所以變成 紙袋都寫得很清楚 不過我們現在又要去廣告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話題 回來再聊一聊 好